顧問聽起來就很有錢 那邊有捐牌這樣子 謝謝威士忌 那個 我的老闆在後面 謝謝 老闆 好 那這些威士忌 我還是簡單補充一下兩點 就是讓主持人有點功能好 第一個是 因為一開始威士忌有提到說 我們現在資料量很大 但品質不見得好 不太能用 就垃圾之類 那我這邊就剛好預告一下 就是現在在場的 糖厚大大呢 他在1月的時候 然後就跟數位實在這邊 剛好有一個合作 是一個關於開放資料 公民參與的一個大專題 那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那我很幸運的是 事前偷看了一下 有採訪國發會的檢處長的稿子 那其實他們 在退開放資料的時候 是有一個策略的啦 那大概大概是希望說 先讓客戶會 先用量會讓大家比較好做 你要每個公文都知道 什麼叫開放資料品質要怎麼樣的好 那真的老闆說 我自己覺得很困難 所以他是先充量 量先出來了 有那個氛圍了 再拿回過頭來 在庫會裡面跟大家說 那這個時候品質該提升 所以在國發會他們推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大概有這個 先量在此的思維 所以這一個補充 然後 好 反正還沒出來 我就可以繼續 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威士忌的部分啊 其實他常常會把 他當 就是因為他想當顧問嘛 他定期有把一些訊息 都有update到一個 一樣是open data的社群 那有一些可能今天是第一次來 居民立委 順便就幫我朋友的推向 除了居民立委 有後勤中心 這個facebook group之外 大家也可以搜尋 opendata slash taiwan 這些社群 那也是威士忌 這邊在維運的 那他定期都會把相關的資訊 PO上去 就幫你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好 那第二位是李查 然後他要講的